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看大山 问朋友们个问题啊,你说生活中谁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呢? 朋友们肯定都想出来什么父母啊,配偶啊,子女啊,兄弟姐妹啊 甚至三姑六舅二大爷的,是不是? 这些人呢,都是我们最亲的人 大部分都是和我们有血缘关系的,血浓于水的 我们在生活中来说,相对来说 这些人也是最值得我们信赖的人,对吧? 可是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啊 亲人之间呢,其实真正翻脸的不多,轻易不会 但是如果这些亲人一旦翻了脸 大多时候会成为那种无法和解的仇恨 比外人还恨,还不如外人 你看啊,如果外人之间翻了脸吵了架啊 有时候在一起喝杯酒啊,不好意思啊,我错了,没事没事 哎,过去了,亲人之间不行 很少有人会说,我错了这么点,那个人称也不原谅 别说一般的亲人就是兄弟姐妹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 恨的都不行了,你看外人之间最起码咱俩和解不了了 谁也不搭理谁,我在我的生活中就没有你 我也想不起来你是谁,也提不起来你是谁 这个人就没了 但是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不一样 如果翻了脸啊,多少年之后,没事聊天就会提出来 我那个哥怎么怎么的,我那个弟弟怎么怎么的,我那个姐怎么的 我媳妇怎么怎么的,我老公当时,我前夫当时怎么怎么的啊 对吧,一说起来,咬牙切齿恨你啊 就是仇恨啊,这个恨化解不了 你说为什么呢,这么亲的人一旦翻脸就会这样呢 还不如外人呢,就这种仇恨无法和解呢 咱们来聊一聊,什么原因 第一个,就是亲情之间阻碍了小矛盾的解决 这些小矛盾不解决,积累积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变成了大矛盾 为什么这么说呢,人与人之间相处,无论你是什么关系 无论你是谁,不可能一点矛盾都没有的 不管你关系都好,如果关系很一般小矛盾的时候就会说出来 你这个事不对啊,我这事怎么的啊 他也会说,这个事其实说出来有些事就解决了 但是呢,因为大家非常亲近 那么碍于面子呢,虽然有点生气 虽然知道你不对 但是呢,只能记在心里 不表露出来自己那种不快 不表露出来那种不满 只会把这种不满堆积压下来 那么日积越雷,就会越压越多 靠自己这种亲情压着压着 总有一天你压不住的时候 当这个爆发出来的时候 但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所以就很难再回处捐来的感情了 因为你是把所有的矛盾一下子爆发出来了 你会把十年前的事都讲起来 你想一想,那结果是什么样呢? 嗯?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互相都记得自己的好 因为大家是很亲近的人 大家在一起交往的时候都会付出一些 你对我怎么样?我帮你一把 什么情况呢?都会这样 互相都会有帮助 不可能只是你一个人付出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情况啊 但是呢,人有一个习惯 什么习惯呢? 在这种时候 大多时候只记住自己对别人的好了 而淡忘了别人对自己的付出了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夫妻 夫妻之间是很亲近的人 其实夫妻之间组成一个家庭之后 不可能是一个人付出的 双方都在付出 只不过双方付出的是不同的 但是两个人出来了问题之后 每个人都会强调 我付出了多少多少 我为了这个家干了多少多少 他什么都没干 怎么怎么怎么样 你看都是指责对方什么人 你要听一说 两边你分开听啊 你听这个男方说完 你就觉得这女的就啥也不是真的 懒惰无奈 哎呀,就是简直你不能这样 你要听完你就说简直 哎呀,这女的多么勤劳善良贤惠啊 你哪里简直就是好吃懒做 什么都不是 所以说这两个人都会说出自己的好 他们不是撒谎 因为他们只记住了自己的付出而忘了别人的付出 啊,你看啊,就别说是不好的 就是比如说他们好的时候 大多时候都会说 啊,你看当时那次什么什么时候 我给你买什么了 我哪个时候还给你买什么 你给我买了吗 我怎么没给你买了呢 你看看 都能记住别人 他给别人的好 他给他买的礼物啊 给他什么 他记得Bertchen 当他的另一半给他买了很多东西 你让他去回想 很多时候都想不出来 你看看 所以说都认为自己付出的多 都认为自己做的好 那么都认为自己做的没错 都认为对方才是没有良心的人 那么你告诉我谁会认错呢 谁都不会认错 谁都自己不认为自己错了 你还不给我来认错 你给我认错 我都不一定原谅你啊 那么都这么想 你告诉我怎么和解 你说是不是呢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亲人在一起啊 都互相顾忌 我们常说什么话呢 就是他是我什么什么人 他要不是我什么什么人 要不是这样 哎呀 我怎么会这样呢 就因为他是我什么什么人 我才没有办法 其实怨气很重 这个时候啊 如果亲人之间翻脸 都不是一时兴起的 因为他已经有很多怨气了 但是呢 顾忌我们的亲情 顾忌我们的这种关系 所以他才不会翻脸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经常的经过深思熟虑 我该不该翻脸 该什么呀 你看啊 其他人 平常人 陌生人 或者是说一般的关系 翻脸的时候 很可能都是一时冲动 这个时候冷静下来就好了 但是大多时候亲人 越亲近的人翻脸的时候 其实都是做好无数次的准备了 经过深思熟虑了 其实他在他之前 已经一屋远过好多次了 甚至梦里都梦到过 无数次和你翻脸之后 该如何解决了 你想当一个人 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的时候 其实他在翻脸和你翻脸那一刻 就已经做好了和你老死不相往来的时候 想翻脸就没想好 你说这样的情况下 你们怎么和解呀 是吧 已经做好不想好 不想好了 完成了 你说这不是这个样的 这就是大家无法和解的原因 另一个 咱再说第四个 第四个原因就是越亲近的时 互相期望值越高 互相对对方的期望越高 认为对方该做的越多 你看看比如说我们去求人办事 求一个普通人 求一个不是特别亲近的人的时候 我们也预报的什么呢 能帮最好 不能帮我们也没办法 也很正常 人家不帮你也很正常 你说不出来什么 但是亲人之间不行 距离越近越不行 越好越不行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当亲人之间 越亲的人去求对方办一件事的时候 表面上说的是求 表面上说的是借 表面上是希望你帮 其实找到你了 给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办 你不办就不行 因为他认为 我来找你的原因 是因为你一定能做到 如果你不给我办 那就是你不想帮我 那我们就怎么样 那他就会对你产生恨你 越是关于好的 越是怎样 还有你的话 表面上他过来求你来了 其实内心深处就告诉你 必须办 那么这种时候 无论什么原因你不办 无论什么原因你拒绝了他 他都会不满意 就算你办了 他也不会感应 他们认为 他认为很正常的 我们这关系 你帮我担这个事不更常吗 如果你不帮他办这个事 那么他对你就是恨了 根本就不会说的 哎呀 无所谓 正常 你办不了 也很正常 有人说 行 当面可能 行行行 办不了就算了 没关系 但是转身回去 对你就是仇恨 这种关系的积累 其实都不用翻脸 你们都已经完了 那么他因为这个事 积累在心里 他一旦翻脸 你想一想 他已经对你有恨了 怎么可能 还和你和解 朋友们看看是不是 所以朋友们 在现实生活中 看一看 这些我们这些亲近的人 比如兄弟姐妹 老死不相往来的 夫妻一旦离婚 互相都成仇人的 恨不得咬死对方的 是不是都是这样 你看看 亲人之间 这些所有的亲戚 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些 包括什么三姑六旧 二大爷的这些亲戚 你看看一旦翻脸之后 还有几个能够和解的 基本上都仇恨一辈子 是不是这样 这就是原因 好了 今天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 看大三 向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 拜拜